您好 欢迎来到华氏会客室 我是黄兆辉 地方的百里侯各县市首长 是各个政党培养接班人才的重要历练 华氏会客室陆续邀请各县市首长来对谈 带您了解各县市的施政现况 同时也带您倾听台湾在地的声音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2020年8月才上任 宣誓要将两年当作四年来拼的 高雄市长陈其迈 陈其迈拥有医学 流行病学 工卫等 多重专业背景 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 立法委员 和行政院政务委员 总统府副秘书长等职务 2020年6月 高雄市前市长 韩国瑜罢免案通过之后 8月的高雄市长补选 陈其迈以67万票胜选 得票率高达70% 自认为个性龟毛重细节 要做就要做整套的陈其迈 如何让高雄走自己的路 如何带领高雄的产业转型 规划城市发展 带您来了解 高雄前镇区拉起封锁线 这里居民 今年9月11号 发生以西气体外泄事件 陈其迈接获消息后 率先指派副市长前往 随后也亲自到场了解 就任不到一个月 立即面临重大公安威胁 避免八一气暴事件重演 危机处理方式就是 它系统的一个改建 以后这个系统要开放 给我们媒体记者查询 因为第一时间就能够掌握状况 就能够告知民众 民众还是有怨言 通报后来处理的时间 似乎慢了点 立即要求系统进行优化 也命令相关单位 加快速度抓漏找源头 陈其迈接下市长棒子之后 不敢怠慢 越讲越生气 市府要在六合夜市办活动 明明写着半桌免费吃 来到现场确实 小纸杯一人一个 东西都少少的一点点 漱口塞牙缝都鲜少 难怪民众会这么气 利益良善的活动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乌龙 市府立刻快刀斩乱麻 向伪办厂商解约 乘处实职官员 接续在青年凯旋夜市登场的活动 马上搬出多项大甲摸彩 要搬回一城 一六合夜市长是办的吗 想到爱河玩水扫描QR Core 完成登记 带着救生设备 12公里长流域 24小时任你玩 新措施一出炉 又是被马翻 晚上就跳水 还是无意行的就跳水 那是很危险的 市府重新思考 一天内时间决议 退一步 限缩开放时间跟区域 那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就在大家最熟悉的 高雄桥到七旋桥中间 救生员的配置 就在我们快闪店开放的时间 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半 化解民众疑虑及不确定性 陈其迈上任满百天 媒体舆论及民众怨言 处理必须圆柔 危机发酵成更严重问题之鞋 只能用更快的速度先行化解 拼市政成绩 陈其迈也将重点放在城市转型 积极跟科技大厂接洽 因为光在智慧制造的 领先的技术 来协助高雄其他传统产业 来进行数位转型 全力发展桥头科学园区 希望摆脱工业宿命 发展为智慧城市 让5G及AIoT 在高雄落地生根 打造南台湾的科技走廊 欢迎市长 召回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市长我们知道高雄 是您的一生玄命 那您说高雄您现在剩下两年的任期 但你要把这两年当成四年来拼 所以这上任一百多天来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这上任一百多天以来的心情跟作息 其实也不晓得说时间过那么快 已经过了一百天 那每天就跟时间赛跑 那我是我们的晨慧是八点开 所以我们是每天固定八点就召开晨慧 然后就一大堆的这个会议 那因为毕竟市政是被延荡了两年 有一些重大的建设 那都因为有一些争议就把它停下来 那所以我们要把这些重大的建设要把它重开机 2020年11月的时候 高雄市议会三独通过了食安自治条例的修正案 而且这个是应该是全国首例吧 就是规范高雄市辖内贩售的所有的肉品跟相关产品 都不得减出瘦肉精 就连把合法进口的这个瘦肉精美牛也包含在内了 已经不只是规范美猪了 连美牛都包含在内了 但是零减出的这个规定跟法则 其实是抵触了中央的这个法规 那市长您怎么看呢 这个地方的规定的自治条例 必须受中央核定才会有效力 但是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食安的工作做好 那从溯源管理到落实标示 到增加十倍的检验能量 我们市政府一定会努力的来替食安把关 包括怎么样学校的工餐 其实我们在讲所谓的肉燥饭 其实是鼓励大家要吃国产的猪肉 那我们怎么确保我们吃到的肉燥饭都是用国产猪肉呢 所以在标示跟加强查验的这个部分 我们要全力来做 那其实在整个推动这个包括说在落实的食安的这个工作上 那也藉由这一次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生产的履历能够落实 所以我们一方面除了说把食安工作做好之后 我们也在辅导猪肉 包括他在假屋出口 他必须做哪些的一些贵我们也要做 所以包括在生产的履历 或者是整个药物减粗 或者是在整个动物福利 怎么样让这个养殖 或者是这个整个我们的畜牧业能够更有竞争力 能够降低它的成本 这一百多天当然要检视您的政绩可能还说得太早了 但是您觉得这一百多天已经改变了什么吗 我想最大的一个改变是整个事务团队是动了起来 高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一个在地的高雄市长 我可能是最近也许是三四十年第一个在地的高雄市长 所以地方当然有时候在议会跟议员在寻打 他们在讲的有时候我还比他们更清楚 有一下这条道路是怎么样 后面的三段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在治水 我就因为长期的在高雄地方的状况 我在副院长也好当立委也好 这条河川这哪里淹水 现在预算是执行率是多少 我大概可以如暑加征 所以议员有时候会被我吓一跳 您对于高雄的现在跟未来 跟韩国瑜前市长 您认为有哪些重大的不太一样的方向 像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常常在抱怨录评等等 其实在今年的预算18亿里面 在今年的6月 这钱都已经花了剩下大概3000万左右 所以我接任市长的时候 其实留给我在修路路平的预算 我只能这种坑坑洞洞补补 我就在剩下也不到几百万的预算 您是说18亿里面 前两年已经花掉剩下 18亿的预算里面 在前六个月已经花掉18亿 几乎所有的预算全部都花光 所以你就变成说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其实从8月到现在 其实能够做在一些公共建设的这些钱 其实是不多 所以我们是重点还是放在说 怎么样能够把一些市政重大的一些建设 能够先定掉 我当市长我不会只告诉人家说 你来让你盖一个摩天轮 这个城市会改变 这个城市不会改变 你是要让你的产业怎么样 从过去的这种传统的重工业 你转型到高阶的服务业 会展 邮轮 旅游 文化 复兴像 类似这种高流 这种音乐中心 让你这个整个亚洲新外区 能够借由 整个大面积 整个结构性的一些调整 你才能够让你的亚洲新外区成为高雄 让差量招牌成为一个新的旅游 或者是休闲观光生活就业一个新的一个城市 所有的县市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就是 那钱从哪里来 那高雄的财政的状况大家也知道 所以你怎么样在这个有限的资源 不好的条件之下 你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的机会 或者包括你发展你的产业 或者是城市的建设 这个是高雄市长必考题 所以我们在明年我们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说能够招商把它再增加民间的投资 这个部分能够 今年大概是不到十亿 我们明年大概要增加十倍到一百亿 譬如说我们在亚洲新外区旁边有一块土地 叫做特贸山是台电的土地 原来用设定地上权的房子没有人要来 那没有人要来因为它的条件不佳 那过去就是把它 就把它过去的政府就把它丢在那里 反正无解无解就那没办法就是丢在那边 所以我们就必须改变它的条件 譬如说我们后来就把它用公办都更的方式 然后提高住宅的比例 然后政府一方面又可以分论 那一方面又可以让更多的民间的公司 或者是企业产业那愿意来投资 那你用不同的这种方式 更灵活的财政的手段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用民间的方式来 达到你要做公共建设或公共服务的目的 所以您认为高雄适合发展怎么样的产业呢 我们就要把最先进的产业能够引进到高雄落地 然后逐步地形成供应链 然后扩大它的审排系 5G AIoT园区目前在我们的亚湾区 日月光的5G智慧工厂 这个是全球第一个 我们做的5G AIoT园区 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个园区 我们就希望说你只要对这些5G AIoT的应用服务 跟这个有关 那你就到这个园区来设厂 你到这个园区来设厂 所有的基础的设备 包括电信服务 包括我们在讲 这个企业用的企业专网 里面的毫米坡的智慧工厂的解决方案 厂商大家都在这里 那自然而然这种以大代小 大的大公司 像亚马逊或者是微软 或者是Cisco这些大厂 中华电信这种大厂 带着一些小的新创公司一起进来 第二个就是说 传产的转型 高雄的螺丝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螺丝居螺 那做螺丝是算公斤 一公斤三块四块让它买 但是你做直牙的牙根 或者是航太的这个引擎的套件 它的附加价值会提高很多 骨科的人工关节 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当你从一个做螺丝的工厂 你要辅导它 告诉它 或者是引进更多的技术 人才 资金到位 那协助它转型 它自然而然就可以脱离这种价格的竞争 能够变成一个价值的追逐 我们知道您都亲自主持高雄的重大投资会议 也建置了一个投资高雄事务所 对 那我们听说现在投资高雄的金额已经超过一千亿 真的这么多吗 对 还会更多 那为什么您可以成功地吸引到这超过一千亿以上资金入住 您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增加诱因呢 因为我们知道产业的需求是什么 那我们提供最有效率的服务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半导体产业在哪些哪些 我们当然知道说哪些厂商是潜在的需求 它要扩厂的需求 那我们找它当然会一拍即合 所以我们成立一个高雄投资事务所 第一个单力窗口 第二个专案专人服务 比如说你在家厂商找我 就是由这个负责人 它帮你跑行政流程 因为厂商他们其实像我跟施政荣先生 在聊到说政府的效率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他其实对于竹科当时 他们是竹科第一批进去投资的厂商 他们印象深刻就是单力窗口 这个对企业来讲是解决他们最大的一个障碍 我们看到那个人物产业园区 在您上任后两个月 就解决了棘手的土地协商问题 是这样吗 您是有积极地做了哪些努力 因为这个计划其实在陈居市长当时就要结束 陈居市长要卸任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计划 后来韩市长担任市长之后 跟台糖的协团就终端就就没有再进行 所以就割了两年在这边 那后来我上任之后我就亲自跟台糖的董事长 跟领导干部带着我们的团队跟他们开了好几次的会议 进度往前走 其实就在我们发布任务财源区 整个计划启动 完成跟台糖完成协商 我们地早就被订满了 现在大家觉得说这个48公顷的土地不足 还想说再加码投资 我说这个我就早就跟他们讲过说 投资高雄趁现在 你要赶快现在赶快booking 看要在哪里设厂 看要在哪里做投资 赶快决定 所以桥头科学院区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大概有168公顷的土地 那也可以吸引大概超过1800亿的投资 创造11000个就业机会 您施政的四大优先 包括重大交通建设产业转型 然后增加就业跟解决空污 这个延宕已久的大林浦的千村计划 您现在打算如何处理 它是一个未来在大林浦 要成立一个新材料循环园区 它也牵涉到整个 包括周边的港区的这些码头 跟整个所谓的智慧物流园区的一个设立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建设 所以行政院总共编略了 大概1058亿的预算 总共千村的部分 大概有589亿的预算作为千村 市民真的都背得很熟 这些数字 所以就希望说能够让这些居民 因为毕竟旁边都是石化区 所以空气其实不好 我常常跟大林浦的居民讲说 我作为一个医师的市长 我也觉得说住在那里其实不太好 那我们帮你搬新家 所以抱着搬新家的心情 当然居民一定会比较坎坷不安 所以我们要提供他在财产权的保障 他的生活权跟他的社会权 能够把他未来搬到新家以后 不只只有房子好一点 生活品质也好很多 有医院 有学校 然后有长照 各方面的资源的配备 都要比其他的地方来得更好 市长亲自上火线 就面对这些问题 有问题找市长 市长来解决 拼经济是许多高雄市民 最期盼的施政项目 该如何活络商圈经济提供配套措施 此外高雄轻轨的复工 能不能符合民意的需求 市民和各政党的议员 对高雄市的施政 还有哪些疑问和期待 来听听在地的声音 消防单位不水线 不断洒水加速残气溢散 高规格警戒 高雄9月发生以西外泄事件 经过好几天的持压检测 排除地下管线泄漏问题 但这次气体外泄惊魂 让当地居民人心惶惶 难免让人联想到 2014年这场气暴 地裂一瞬间规模惨重 粉碎多少家庭的天文梦 就怕类似意外再度上演 市议员黄杰认为 加速盘点工业管线 是当务之急 这六年以来 高雄市的工业管线的问题 到现在还没有盘点完 也就是整个高雄市民 都其实还是一直暴露 在这样子的灾害的风险当中 所以我认为 对于高雄市来说 这个基本的工业安全一定是必要的 推动产业转型是高雄 摆脱工业之神宿命 迈向高科技城市必经之路 更是市长陈其迈上任后 努力推动的目标 但议员认为 需要完整的辅导措施 拉起布条高举看板 走上街头来游行 他们是大社工业区里的劳工 2019年4月 他们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 因为年产值约1000亿的大社工业区 经过高雄市都市计划委员会 做出土地降边的决议 将由目前特种 降为一种工业用地 业者各项操作许可及环保证兆 无法斩言 可能走向官场的命运 这些劳工面临失业危机 市议员邱宇轩建议 新市府接手后 应该提出完善的辅导方案 大社工业区所产的原料 就是生产我们每天戴着口罩 还有防护衣的 那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产线 后续这些原本在 第一线的产线的这些员工 他们未来要辅导转型到哪里 或者是他们有可能失业 香喷喷的烤猪肋牌 撒上悲南族的香料 独特滋味 挑的味蕾 过去廉价时期 来到高雄六合夜市 总是人挤人 但现在受到疫情影响 摊伤却是盼也盼不到人 生意冷清了不少 不止六合夜市这样 瑞丰夜市人少也最减 有的业绩掉了三四成 有的撑不下去干脆收摊 市议员黄文毅就建议 除了加强行销力道 商圈周边的停车位 普遍不足 需要警方 尤其是林雅兴前金 这些选区里面 他的商圈其实都缺少停车位置 那我们总是认为说 不是有停车场就好 而是这个停车场的位置 跟数量它要符合这个商圈活络 或者是民众的需求 至于市民朋友又怎么看如今的高雄 薪水比较还是偏低啦 改善经济可以带动起来的东西比较多 聚落能够引资进来的话 最好是这是最快的 相对的就整个商家或什么 就跟着就是整个就会带动起来 市政如何做得更有感 市府当务之急应该先解决这些市民朋友 心中最有感的问题 华市新闻校新 陈信仁 高雄报道 市长我们看到就是市议员 还有市民的一些建议跟质疑 您要不要做一些回应呢 我们传统的商圈 或者是也是碰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大陆观光客不来 那你怎么办 那你就必须协助他能够把 这个他的内需的市场把它做好 所以像石斑 我们高雄的石斑鱼外销 过去大概有六成的 整个产值的六成 是外销到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自己养石斑 我们把很多台湾人在大陆养石斑 我们就要开拓更多的市场 那所以我就想到说 那我们的内销的市场 我们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就找了摩斯汉堡 做石斑鱼的汉堡 那你这样你平常你就可以很有一个稳定的 一个长期的一个契约 六二夜市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六二市过去都是很多的国外的这个旅客 或者是旅客 那因为疫情这些整个都下来 那第二个就是商品的多元 能够有触及到不同的年龄层 所以我们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协助他数位转型 能够跟电商平台合作 所以他也许你看他没有人 但是他因为他有外送平台 你家就可以迟到夜市 所以你在家里也许点一点好吃的 那你就可以有另外不同的一个商业模式 第二个就是说商圈 你还要吸引不同的年轻的族群 不同的年龄层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引进各种不同的 跟厂商合作 能够引进不同的店家 或者不同的食品的种类 那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商圈能够更活络 你毕竟因为你夜市还是 对于市民来讲它也是很实际 你如果好吃不好吃 有不有过多元 那另外有提到说 像是加速盘点工业管线避免气暴呢 我们现在我也下了一个军令状 希望说在两年能够把LDS系统 能够把它建立 就是说在管线因为很长嘛 有一些是从前阵跑到大社 然后跑在市区的底下 密密麻麻 所以高雄其实有时候是觉得说 真的是很辛苦啦 就是说做高雄人 其实实在是会比较功劳 你如果不可以说路水把它拆掉 所以你就必须要加强它的安全前任 长期的做法当然就是 这个新材料循环研区的一个建立 就让它的实话区域会比较集中一点 不要这样那里一块那里一块 所以武清也是这个道理 后来就停掉 大社工业区当时所谓的 大概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当时的江炳坤部长就已经承诺说这个地方未来要降边 所以这个是政府的政策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一来实话专区新材料循环研区能够尽速的设立 那这样你才能够根本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那你管线就不用经过市区 因为进口的是在南边 北边是在生产 所以管线就全部经过高雄市的地下 那短期的做法当然是把LDS系统 赶快把它待两年内赶快建立 就是说你管线有外泄 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及时监测 就可以朝前部署 就可以立刻做一些处理 我们看到市府的民调 显示是由高达七成的民众支持的 但我们也看到高雄市议员黄绍婷 在2020年11月9号的民调 在已经通车的一阶轻轨当中 只有1%的市民说曾经搭过 那高达8成的民众是说 从来没有或者是很少搭过 那在市府您这边对轻轨的定位呢 到底是要发展观光还是交通运输 轻轨它的规划是轻轨成圆 它是一个圆形的环状线 就好像日本的三手线 那人口的因为的移动 几乎现在的住宅区 人口比较集中都是在北边 像在三明区 古山区跟左营区 在这个区域 观光旅游景点大概都是在南区 所以现在大家做到的轻轨 就是南端的亚湾地区 所以你从孟工厂要到伯厄 到湛厄到哈马兴 你可以做轻轨很快速的移动 很方便 但是对整个城市的路网 因为它只有南端的一小段 它没有办法成圆 所以人数自然就会比较少 所以北边的路网的一个兴建 包括这个从古山的美术馆 到大树路 大概连接整个路网 只要成型 它就可以跟我们的局线 跟红线 这些重运量的系统做交叉 所以你会有重运量的捷运来 你就可以转轻轨 人数就会好几倍翻转上来 增加这些搭乘的人数 所以这要成员大概是什么时候 所以这个就必须 加快这个脚步来进行 那我担任市长的时候 这个议题 在韩市长已经讨论了两年 迟迟不定案 你不定案 那轻轨到底是怎么做 到底要做不做呢 要做到去年的12月 韩市长提了一个议案 到议会报告说要做 路线要改变 但是韩市长跑去选总统 这整个案又搁在那边 后来又轮到我当市长的时候 我一定要做一个决定 到底要盖不盖 要盖怎么解决 这有一些民众疑虑的这些问题 你怎么解决 那我在三个月内 我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提了九大方案 把民众的一些疑虑 包括大顺路 我们开了一条龙德新路 用四地重划的方式 让南部 这个在大顺路段的南边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替代道路的一个选择 路行也做了一些调整 包括说整个在大顺路 我们也增加了大概有800多个停车位 来解决周边路边停车的这些问题 那把这些九大方案提出来之后 我们就全力来推动轻轨的建设 因为对高雄来讲 捷运路网它是绿色交通最重要的一环 骑摩托车 常常我们会碰到的状况就是 它跟卡车争到 或者是说因为死亡车祸 A1的车祸 数目一直降不下来 这个对市长来讲是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所以人本的交通 绿色的交通 捷运路网的新建是重中之重 所以不仅轻轨成远 我们也希望说在两年内 包括捷运的黄线 捷运的红线延伸到陵远 跟北端延伸到路族湖内 都可以在两年内就开始动工 那我们看到一个研究机构 台湾野村总和研究所 它来推估说高雄在2030年 将成为六都人口结构最老的都市 那像您自己也算是北漂的高雄子弟 您认为未来您有什么计划 可以让高雄人回来高雄 或者是说让年轻人可以留得下来 您有打算推行哪些方案吗 我常常在讲说 就是高雄市长或者是台南市长 其实我们都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人口老化 那还有这个因为老也有很多 这种中低收入户的这些老人的人口比例很高 所以像我们在负担 这个中低收入的老人生活津贴 或者这些社会福利 我们比台北市虽然人口差不多 增加了二三十亿市政人要负担 这个对我们来讲 财政负担非常非常的重 我们从ABC三级跟我们社区官来记得 我们普遍同步来进行 一个行政区 一个住宿型机构 一个国中协区 一个日照中心 到我们社区关怀记点两年内 我们从现在的大概395个增加到500个 那让我们的 我们的年纪大的 我们的长辈能够受到最好的照顾 所以我们市政府也成立了全台湾第一个多功能的长照整合资源中心 有些长辈他就已经身体状况比较不好 也许插了三个管 鼻管 胃管 等等需要长期照顾 多功能的障碍 不只只有呼吸的问题 还有肠胃 精神 或者是其他问题 这些个案带有一些长照 对他们来讲是比较麻烦的个案 就好像我们的医疗 这个是比较属于重症的 要获受 所以我们就成立第一个长照资源整合中心 所以我前几天去看这个人间条件6 这个吴年珍导演 其实在讲不是只有高雄 在讲这些六年级生 七年级生 上面有高堂 高堂父母 下面有两个小孩 对年轻人来讲负担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市政府要做就是要减轻他们的负担 我们长照机构帮他弄好 他假如他去工作 他爸爸可以到妈妈 可以到我们的关怀据点 能够有一些老人共餐 或者是有一些卫教 那我们跟里长或者社区的这种关怀据点合作 来帮他们照顾这些长辈朋友 在在地养老 能够让他们在年纪大的时候 也能够获得最好的照顾 高雄要全力拼经济 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也要拼观光 2020年是高雄从旧地名打狗 更名后的100周年 搭配耶诞节和跨年 高雄市府以光为主题点亮了高雄港 高雄拥有山 海 河 各色景观 还有部落风情和多元的文化 陈其迈将如何运用这些资源 来行销高雄促进观光 一起来关心 高雄2021跨百光年 海港传三舞台造成轰动 这场行销高雄的活动大成功 治长陈其迈选前汉两年拼四年 上任后真的马不停蹄 今天我准备这个三倍就拿去结账吧 拿出三倍券大方请客 叫来网红宣传 高雄百年疯狂购物实施抽活动 这回是来送手机送电动机车 而先前则是去打羽球 跟世界级羽球球后代资影同框 请出高雄子弟 丹苑宣传大使 推广高雄的秋冬旅游 要不然就是自己来 穿着青蛙妆下水采野莲 接着化身厨师来做菜 要不就是吃给大家看 大蛋食斑鱼汉堡 高雄市长陈其迈 卖力推销自家的农鱼产品 那么到底卖得好不好呢 2020年的高雄国际食品展 就在市长陈其迈的带领下 吸引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地的贸易商洽谈 为高雄农特产创造了千万产值 不只会卖东西还要当导游 六规泡温泉宣传田辽越世界游客中心 田辽农会能够有更多的 提供他们更多的一个盘位 可以把田辽地区最好的农产品 有一个最好的一个showcase 一个展示的橱窗来增加农民的一个收入 还带大家有骨鸡 位于高雄新兴区的逍遥园 已经有80年历史的这座日式别庄 明珍与高雄市府努力保留修复 在重申开园典礼中 市长陈其迈亲自主持 也让曾经被荒费的逍遥园 风华在线成了新打卡景点 陈市长的口头禅金金金 现在升级成高雄金来拼 他一步一脚印 要为高雄拼出好成绩 华时新闻邱志平 市长您在高雄出生长大 您自己最推荐的高雄的景点是哪些 你爱一个地方 你就一言难尽了 像在假如是短程 一天旅游 你可能像在码头旁边 大概是最快的方式 因为有轻轨 你要购物 或者是你要有一些 文创商店啊 你要打卡啊 各种不同的文化活动 像大港开窗啊 类似这种 其实每天每天都在周遭发生 我们最近有几些文创的一些市集 我那天去吃一个铜锣烧 我觉得印象深刻 铜锣烧里面还弄了 那个线又弄了很有创意又很多 上面插一个小机子 那沿城区也有一些 像三八行馆的好朋友 他们在进去一些旧市场进行改造 那假如说你时间再多一点 像美农 它是一个客家庄 它就有很 像林森祥老师啊 等等啊 钟离合 老师啊 就是有很多 有文化 然后又有客家庄的这种 不同的特色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那假如到山区 那你就更不用讲了 茂林乡 桃园乡 那还有纳玛夏 这个不种看灵火虫 或者是六龟高中 寶来国中的合唱团 你去 我很喜欢到 这个像六龟再进去 因为崇山峻岭 就是高雄的面积 也因为多元文化更美丽 我们知道高雄的旧的地名叫打狗 那2020年正好是打狗更名为高雄100周年 所以高雄其实也有一些庆祝 像2021的跨百光年这样的活动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庆祝活动 市长可以介绍一下 全台城市没有人在城市里面 就有一个那么漂亮的一个码头 三个剧场 其中有一个大的剧场是用那种 我们在做风力发电 那种大型的那种工作的机组的时候 就设在海的中间 就设了一个舞台 那舞台可以装上至少四个到六个篮球场 有几个球队就在上面比篮球 像有很多独立乐团 也有一些流行音乐 或者一些我们的高雄市里交响乐团 在我们三大舞台都会尽情地演出 所以高雄有好看的景点也有好玩的 对 好吃的呢 市长您自己最喜欢的高雄的美食是什么 这个 讲一家会得罪99家 那您最常吃的是哪一类的小吃 我比较简单 因为方便的大概 因为我喜欢吃火锅 所以大概在园城区就有好几家 像这种汕头火锅 因为以前从广东的汕头 那种码头工人带过来的工人的饮食 我都很喜欢吃 我们的冰 因为高雄天气热冰又特别多 所以吃火锅又吃冰 这是人生的享受 我上次在讲肉燥饭 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大家都吃台南的 台南当然 府城有府城的风味 但是高雄的肉燥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天气热 工人中午要吃饭 码头工人 那一头流到整身汗 要吃一定要补充盐分 所以你知道流汗就是要喝盐水 所以我们的肉燥会比较咸 那你咸呢 它基本上会比较提味 所以你假如加上那个葱花 或者是其他都会更香 所以我跟你说高雄的肉燥饭是更香 而我们高雄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从2018年第一次参选高雄市长落败 到赢得2020年的补选 这段特殊的历程 被陈其迈形容为 犹如奇幻旅程 拜选的检讨 也让他从居井严肃的学者形象 转变为亲民而谦卑的暖男 外界评估他做完这居市长之后 若参选连任 恐怕就错过了问鼎2024年 总统大选的接班梯队 但陈其迈说落跑不是他的风格 继续带您来了解陈其迈的从政历程 和他的人生哲学 我深深欲鞠躬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两年内两度参选高雄市长 终于在2020年8月15日这天如月 陈其迈接下来的每一步得走得更稳 我假如做得不好 我假如不够努力 我也要拜托大家 同样的用最严格的标准 来监督我 做事向来是拼命三郎的陈其迈 他在2019年1月 民进党最不被看好的时候 接下行政院副院长一职 也在新冠疫情侵袭台湾时 担任指挥中心的后勤部队 跨部门整合防疫政策 节省耗时公文往来 我当副院长 其实在大家都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 那个说很惨啊 每天工作 这样努力一步一脚印这样在做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幕后的推手 就是我们所有的防疫的 有关于APP 有关于所有的电脑系统 防疫系统等等的 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幕后英雄 不过不管在哪里任职 陈其迈的心依旧系在他的故乡高雄 30岁的陈其迈当选高雄区域立委 也是当年台湾时尚最年轻的男性立委 2005年2月 成为高雄市代理市长 40岁的他 同样是最年轻的直小市市长 而陈其迈担任代理市长时期 默默关注艺文团体的模样 看出他暖暖一面 因为他有来鼓励我们 他我也很关心 但是他就是默默的 等到我们整个上那场的总裁结束 之后 我们才发现 说他竟然在底下 等到我们整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小的细节 你可以去感觉到说 这个 这位 我们所谓的 就是政治人物 或者我们的 关系我们的朋友 也好 他对一个文化人 文化艺术的一个尊重 暖男形象还有 一个奔跑的马拉松的选手 原来陈其迈也是个猫奴 爱貌小米怎么捣乱 甚至是摇摇手 不 他都不会生气 可见冷面底下的他 藏的是雪日阳光般温暖的心 华世新闻情绪 黄昭盛 专题报道 市长您在2018的高雄市长选举失利了 但是在2020的市长补选里面 就以这个史上最高的得票率 超过七成 然后当选市长 您怎么看这两年之间 选举的胜跟败 那您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分享 从2018年选书到我担任行政院副院长 到韩国瑜被罢免到我选上市长 这个对我来讲是奇幻的旅程 对台湾或者对政治人物而言 也是上了民主宝贵的一刻 所以我的小孩在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 他讲说这个高雄人很恐怖 那高雄人也很可爱 就是说他会评价你这个政治后 你是不是有用心 你是不是够努力 你在市政的打拼 是不是跟你所做的承诺是不是一致 他会用严格的标准简明 就是高雄市民这种爱恨分明的特质 大港精神 是给您有什么样的压力吗 有警惕 也有期许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就像您说的 败选的时候要检讨 听说您当时的检讨列了一大张清单 甚至有千言书 大概是哪些检讨项目 很多 很多 有一张是公开版 比如说农业 产业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是在行政院的时候 贴在电脑前面 那我的助理 其实也私底下 就写了一张检讨报告 从旁边的一个观察 从走路 讲话 带人处事 各方面 我们台湾的说 帮你披衫到没有一条 就让你能够爬好的警惕 您做了哪些改变 哪些是您大概很难改变的 我比较难改变的是 就是我医师的训练这种龟毛的个性 对任何的细节 我都会非常的 要求非常的到位 很多事情的一个态度上 其实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改变 有一次我记得我演讲完 我问幕僚说 你看讲得怎么样 好像你看这个气息多好 年轻幕僚跟我讲说 你这样讲 这个年轻人不喜欢 讲得不好 我说真的不好 他说真的不好 虽然你内容很好 但你讲话的方式不对 这个不是方式不对 是说我们跟年轻人相处 这个我实际上而宝贵的一刻 从这几年下来 所以在很多的 进步的价值的一些议题 我也比以前 更坚决地 相信我们年轻人在做的一些主张 所以我常常在讲一句话 就是说 跟很多我们的局处所长 来讲说 我们高雄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高雄 当然要走自己的路 什么叫自己的路 那一条路一定不是人家 已经铺好的一条路 我假如 follow 其他的城市 走的一条路 我一定是在后面追人家 对不对 所以有有路 沿路 唱歌 那个不是高雄要走的路 我们是无路 寮家过那一条路 所以不管是在产业 或者是在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 高雄应该要有自己的风格 市长其实从就读台大研究所的时候 据说就参加了潜水社 有将近三十年的潜水资历了 您说过在海中体会到了人生哲学 怎么说呢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现在当市长没有时间潜水 但是潜水是这样 你要有你的身体游客 你要有你的伙伴 你找了一个不好的伙伴 万里你有状况 他就杀手一管人就落跑 那你不是完蛋 所以要学会在工作上 怎么样能够彼此的信任 怎么样团队的合作 这样一路走来 您遇过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挫折 挫折 那大概就是落选 第一次落选 我选三次立委都是高票当选 所以落选的时候谁你理 你就落选了 对不对 人家台湾话讲快一点 叫随微倒霖 所以那几天您就是做了什么事 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好好反省吗 是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心情一定不好嘛 然后每天人家一定会跟你说 你那时候你如果听我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或是一件一堆 那其实比较能够沉淀自己 还是自己一个人 所以您这样一路走来 有哪些待人接物的一些原则 或您奉为座右铭的 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观众 所以 我有时候 也会常常跟一些年轻的朋友 开玩笑 现在跌倒比以后跌倒更好 因为你看像我就是最后才跌倒 那 所以当你那个跌倒的时候 你就完全都没有机会 你现在年轻 或者是我们有不同的这种 失败的经验 那你就可以 有更多成功的条件 一个人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在追求成功 你当你要追求成功 你就会有所谓的失败嘛 相对而言嘛 但是你在 你追求人生的价值的时候 你就不会有失败了 那你这样才能够在人生的奔驰上 你才能够勇往直前 所以我的经验是说 假如说你能够朝着你的目标 那你不要想太多 什么叫成功 什么叫失败 那也许这条路你会走得 走得更稳健 更坚定 高雄市长陈奇迈告诉我们 他的人生体悟 就如同金曲歌王谢明佑 创作的台语歌词 有路就沿路唱歌 没路就撩溪过灵 这样的态度伴随着他 坦然面对政坛的起伏跌宕 他也以此勉励 所有有梦想的人 朝着目标迈进 谢谢陈奇迈市长 来到华氏会客室 也期待他带给我们 更美好的高雄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兆辉 大家平安 华氏会客室 我们再会 欢迎订阅 大家 来